第四十一章灰狼,洛彩斯是刚刚想到狼,他的视线中就出现了一个影子,那影子慢慢清晰,当完完全全出现在洛彩斯视线中的时候,他的腿都在微微颤抖了,这是一头成年灰狼,足足有两米多,一双眼睛犹如蓝绿的光芒,半张着嘴盯着洛彩斯。 就算是在草原上,两米长的狼也不多,更不要说超过两米的狼了。 蓝小布,怎么办?洛彩斯声音有些颤抖,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办。 好在那狼现在只是盯着他和蓝小布,并没有开始攻击。 蓝小布目光还是茫然,除了吃东西的时候,他的嘴时时刻刻都在念叨着洛彩斯完全不懂的东西。 洛彩斯心里很清楚,现在他指望不上蓝小布,可是让他对付这头犹如狼王一般的存在,他不哭已经算是勇敢了。 也许他应该庆幸,这是一头孤狼,两人一狼就着对峙着,洛彩斯不敢动,狼也没有动。 蓝小布站在洛彩斯身后,似乎完全不知道危险已经来临。 十分钟过去了,山剑的雾气打湿了洛彩斯的头发,他感觉到有些冷。 龟狼似乎觉得洛彩斯的威胁不够大,他往前走了几步。 洛彩斯赶紧将背包拿下来,眼睛盯着狼,却从背包中抓出了一把水果刀。 尽管洛彩斯的手颤抖不堪,他依然是将这些动作做完了。 几寸长的水果刀握在手中,似乎给了洛彩斯一些力量,他没有回头,只是颤抖说道, 蓝小布,你赶紧走。 记得你来的路,就这样爬上去。 到了泰川古道后,就叫我是蓝小布,洛彩斯知道他绝对挡不住这头狼,蓝小布昏昏霍霍,根本就帮不上忙。 与其两个人都死在这里,还不如让蓝小布先逃。 不是他高尚的要将生存的机会让给蓝小布,而是他知道自己铁定逃不走,因为他的力量根本就爬不回去。 逃不走就要留在这个山间,留在这个山间那迟早也要被狼追上,还不如不逃。 蓝小布是医学奇才,不要说别的,就凭借可能改善蓝肌霉素和治疗动残病的手段,蓝小布还是有活命可能的。 不过活下来也许很凄惨,富有的菲尔家族下场让洛彩斯知道千音有多可怕。 蓝小布就是活下来了,也应该是在千音的脚底下生存。 除非蓝小布一出去就能被国家重视起来,但这种可能性不是很大。 原因是,千音就八成可能抢在前面带走蓝小布,还有一成可能是一些医药公司偷偷带走蓝小布,最后一成可能是国家发现了蓝小布,然后将蓝小布保护起来。 看见了洛彩斯手中的水果刀,灰狼再次停了下来。 这次只是停顿了片刻,就慢慢地走向了洛彩斯。 他应该看出来了,洛彩斯就是个虚架子。 洛彩斯手心全是汗,他的腿抖得厉害,眼里也都是恐惧的光芒。 不怕死和面临死亡,那完全是不同的概念。 他似乎看见自己被狼咬死,在嘴里咀嚼的可怕样子。 灰狼距离他越来越近,洛彩斯下意识地后退。 你怎么还没有走,洛彩斯后退的路被蓝小布挡住,他转身愤然说道,你知道时间有多宝贵。 我能帮你挡住多久,如果我走得掉,我都懒得理你了。 这两句话急切地说出来,洛彩斯竟然发现自己的声音不再颤抖。 他刚要回头看灰狼的时候,就感觉到一股腥风扑了过来,洛彩斯慌忙之中手里的水果刀划了出去。 咔嚓,水果刀折断,灰狼巨大的前爪已经抓在了他的肩膀,大口张开咬向了洛彩斯的脖子。 洛彩斯闭上眼睛,脑海中浮现出的是爷爷的英容笑貌。 可怕的死亡痛楚并没有涌来,洛彩斯睁开眼睛,他发现蓝小布双手掐着灰狼的脖子,一人一狼已经滚了下去。 这里虽然是山剑,可依然有斜坡。 扑通,洛彩斯看见蓝小布和灰狼一起跌入了山剑下面的溪流中,溅起了水花。 肩膀被灰狼撕出树到血口,火辣辣的疼痛传来,可洛彩斯顾不得这些,他赶紧拎起背包冲向了蓝小布。 无论是不是能逃走,这一刻,他都没有想着赶紧逃。 溪流很浅,蓝小布将灰狼的脖子掐住顶在了溪流旁边的石头上。 洛彩斯赶紧去拉蓝小布,同时急切地说道,蓝医生,你没事吧。 蓝小布置若网闻,嘴里似乎还在念叨着什么,手却不放松。 蓝狼应该死了,你放手上来吧。 洛彩斯看见蓝小布身上被划出几道身痕,溪流的水都有些红线出现。 蓝小布似乎听懂了洛彩斯的话,他松开手爬了上来。 只是离开溪流后,他又开始念念叨叨,灰狼应该是被蓝小布掐晕了过去, 洛彩斯赶紧抓起一块石头,他准备对灰狼头上来几下,将这灰狼砸死。 可就在这个时候,他发现灰狼的肚子很大。 洛彩斯学医的,立即就明白过来,灰狼怀孕了。 不仅如此,柴小狼仔也没有几天时间了。 灰狼恰实地睁开眼睛,他看见了洛彩斯举起的石头。 洛彩斯心里一惊,还没等他做出反应,就发现这狼再次闭上了眼睛。 这是等死了,洛彩斯很快就明白过来,灰狼被蓝小布掐得没有了多少力气, 或者说这灰狼本来就外强中干。 应该是清楚就算是反抗也没有用,最后还是会被蓝小布掐死,索性就不反抗了。 洛彩斯还在想着要不要砸下去的时候,他看见狼的眼角出现了一行泪水。 明明是刚才要咬断自己脖子的恶狼,可是洛彩斯就是下不去手。 他知道自己必须要动手,否则的话就是农蜂和蛇的故事。 知道归知道,他偏偏说服不了自己的内心。 叹了口气,洛彩斯说道,看你怀孕的份上,我不杀你。 你赶紧走,不要靠近我们两个,否则的话我让蓝小布杀了你。 你应该知道,蓝小布杀你很轻松,就和刚才一样,直接掐住你的脖子,你连呼吸都没有办法呼吸。 洛彩斯一边说着,一边做出双手掐脖子的样子。 尽管他想要学得可怕一些,只是他的动作实在是可怕相差甚远。 也许是听懂了洛彩斯的话,灰狼挣扎着爬了起来,然后蹒跚远去。 洛彩斯一直是举着一块石头,只要这灰狼有半点异动,他就砸下去。 然后让蓝小布动手。 他看出来了,蓝小布并不是彻底精神崩溃,而是因为什么事情被羁绊住了。 只要危险,蓝小布肯定还是会动手的。 洛彩斯不知道什么事情羁绊住了蓝小布,但他猜测应该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 否则以蓝小布医生这种精彩绝艳的医生,岂能整天念念叨叨。 等到灰狼走远,洛彩斯这才带着蓝小布沿着相反方向过去。 比起刚来到这片深剑,洛彩斯反而是放松了一些,他感觉到蓝小布好像有些厉害。 否则的话,不可能置住那头灰狼的。 而且蓝小布身上一部遮体,还吃着脚又被吸水淋湿,到现在为止他连喷嚏都没有打一个,这可不是寻常的体质。 带着蓝小布沿着深剑底走了大概三四个小时,洛彩斯都走不动的时候,他看见了一个存生的好地方。 这是一个山洞,山洞的洞口方圆至少有两米左右。 里面黑油油的,根本就看不清楚,洛彩斯走到洞口,回头看了看蓝小布,他心里有些害怕,想要叫蓝小布进去查探一下。 不过随即就想到蓝小布现在的状况,只好打开手机电筒,自己小心地摸索进去。 第四十二章《我的那个男子汉》,让洛彩斯松了口气的是,这个山洞里面没有什么野兽,只是堆积了一些动物骨骼和碎叶枯枝而已。 洛彩斯将山洞打扫干净,带蓝小布进山洞后,整个人都要累垮了。 之前一直在忙着,还不觉得什么,现在一停下来,洛彩斯才感觉到浑身都疼痛,身上也是冷嗖嗖的。 拿出几个窗口贴贴在了肩膀处,又从包里拿出唯一的一件外套裹在身上。 山剑的风吹过,洛彩斯打了个冷颤,他觉得很冷。 他目光下意识地落在蓝小布的脚上,蓝小布身上还是湿的,甚至还赤着脚,这样下去肯定要病倒。 尽管疲惫不堪,洛彩斯还是在周围捡了一些干树枝盒过来,然后在洞口生了个火。 火光下,洛彩斯总算是暖和了一些,此刻他甚至有些庆幸,自己包里还有一个打火机。 蓝小布身上的衣服已经开始出现水蒸汽,洛彩斯拿出一条毛巾,简单帮蓝小布擦了一下,将毛巾裹在了蓝小布的胸口。 他不敢将自己的外套给蓝小布,他担心自己病倒。 一旦他病倒的话,他和蓝小布都是死路一条。 一渐渐地生沉下来,洛彩斯看着外面蒙蒙的山谷,他心里有一种彷徨,不知道自己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山剑深处传来了不知名的野兽吼叫之音,让洛彩斯心里忐忑不安。 他下意识地靠近了一些蓝小布,看着蓝小布依然茫然的眼睛,犹豫了一下问道,蓝小布,你为什么会出现在秦岭山脉? 蓝小布喃喃自语顿了一下,似乎在想这个问题,但很快他就痛苦地皱着眉头,然后再次念念有词起来。 洛彩斯感觉到蓝小布不是真的出问题了,他至少可以听懂他自己的名字,现在应该是有什么事情刺激到了他,他要救回蓝小布的话,就必须慢慢来,绝对不能着急。 火焰渐渐渐地暗了下来,洛彩斯加了几根干柴进去,火焰再次起来的时候,洛彩斯的思绪又沉浸到了山间外面浓浓的夜色之中。 洛彩斯做了一个很长的梦,他梦见自己就要研究出治疗爷爷的方案了,但细缺少一种药材,他单独前往深山寻找这种药材,结果在山中迷失了方向。 在他寻找方向的时候,他遇见了狼群,焦急之下他逃跑的时候跌进了悬崖深处。恐惧让洛彩斯豁然惊醒,他看见自己正依偎在蓝小布的身上,而蓝小布浑身发烫,可他依然在喃喃自语着。 不好了,蓝小布病了,洞外的天空已经有些蒙蒙亮亮,显然天将亮了。 洛彩斯觉得自己有些昏昏沉沉的,他还是赶紧从包里拿出电话,又将电话卡装了上去。 他是医生不错,可现在他研究的方向还是西方医学。 现在手上既没有药材,也没有设备,想要救蓝小布他也是无能为力。 在他电话要拨出去的时候,又放了下来。 这个时候,他竟然不知道要去寻找谁帮忙。 他极少有朋友,甚至连闺蜜都没有一个,唯一能帮到他的,只能是洛家。 一旦他打电话回去,恐怕第一时间是被禁足。 至于蓝小布,就算是洛家不将蓝小布怎么样,也绝对不会冒着得罪千音的危险去救蓝小布的。 他有些后悔没有要记证的电话,如果有记证的电话,他可以打给记证。 记证和蓝小布联合发表了署名论文,关系应该不错吧。 蓝小布,蓝小布,你先不要念刀了,你现在很危险。 放下电话后,洛彩斯只能疯狂地摇晃蓝小布,他希望蓝小布清醒过来。 可是蓝小布对洛彩斯的话置若罔文,依然还是目光茫然,念念有词。 洛彩斯第一次觉得自己是如此的无助,当初他一个人飘扬过海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度,也从未有过现在的这样无助。 他一直觉得自己很坚强,现在他才发现自己的坚强也许仅仅只是一种伪装的硬壳。 眼泪水在眼眶里面转动,洛彩斯强忍住没有让自己哭出来。 他感觉有些干,摇摇晃晃站了起来,他想要出去弄点水过来。 只是他刚刚站起来,身体就是一阵摇晃,随即软弱无力地跌坐在地。 洛彩斯知道自己也病了,他的脑袋昏昏沉沉的,现在应该发热。 蓝小布,你不要总是自己自语了,我们都病了,你是男的,你是男的,洛彩斯再次摇晃蓝小布,蓝小布还是眼睛茫然的喃喃自语。 洛彩斯终于忍不住哭了出来,他一点都不坚强,他曾经做的样子都是可笑的。 现在他才发现,他很脆弱,他需要坚强地依靠,而不是在这荒山野岭中照顾一个疯疯癫癫癫的男子。 蓝小布,我们是不是都要死在这里了? 蓝小布,洛彩斯擦着自己的泪水,他心里惶恐不安,嘴里和蓝小布一样喃喃自语着,然后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洛彩斯再次睁开眼睛。 天已经是大亮,但洞外依然是灰蒙蒙的一片。 雾霾和深山的雾矮叠在一起,哪怕是在秦岭深处,阳光依然是照射不进来。 洛彩斯挣扎着来到洞口,他从洞口看出去,一丝淡淡的光亮似乎穿过了一切的阻拦落在了他的脸上。 远处传来野兽的嘶吼声,洛彩斯就好像没有听到一般,依然抬着头看着那一丝光亮。 他的思绪渐渐地飘远,他似乎感觉到自己可以沿着那一丝光亮冲出雾霾果柱的壳,找到一片让他向往的地方。 蓝小布,你说如果没有雾霾,那光是不是就可以直接照射到我们柱的地方了? 蓝小布,洛彩斯的脸颊还有泪水痕迹,他却伸出手去接纳一缕阳光。 哭过之后,他那虚假的坚硬外壳似乎已经被破去,尽管此刻他浑身软弱无力,头依然是昏沉沉的,可他的心里反而是轻松了起来。 如果爷爷还在,他也是一个小女孩,是爷爷最疼爱的小女孩。 也许人生最大的恐惧是死亡,当他忘记了死亡后,面对一切都会安宁从容。 蓝小布,洛彩斯又叫了一声,然后他回头才发现蓝小布不见了。 他心里一惊,赶紧叫了一声,蓝小布,蓝医生,中围除了流水声音和飞鸟的鸣叫只有偶尔传来的野兽嘶吼,洛彩斯惊慌起来,他扶着石壁站起来。 头越来越昏沉,他再次恐惧起来,之前和蓝小布在一起,哪怕蓝小布只是混混混混混混,需要他的照顾,他也觉得有些依靠一般,或者是有一个伙伴。 见在他之后又一个人在这里,他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孤单和害怕。 蓝医生,蓝小布,没有人回应,只是过了一会,他的声音才从山剑深处回应过来,更是显得空气。 洛彩斯又是打了个冷颤,他忽然觉得人生最大的恐惧不是死亡,而是寂寞和孤独。 孤独了才会害怕,孤独了才会更加的恐惧。 感觉略微有了一些气力,洛彩斯扶着石壁走了出来。 他要去寻找蓝小布,难以煎熬的孤独让他无法一个人在这里停留。 嗚,一声熟悉的狼嚎传来,洛彩斯脸色煞白。 是昨天那头灰狼,他竟然又来了。 随即洛彩斯就想到了蓝小布,蓝小布不在洞里是不是一个人出去被那灰狼吃掉了。 想到灰狼撕咬蓝小布的情景,洛彩斯忍不住浑身颤抖。 他很想再次爬回洞去,可他心里很清楚,就算是他回到了洞中,那头灰狼还是会找过来吃掉他的。 泪水又一次无法遏制的滑落,死在这个地方也就算了,可是被狼撕碎身体吞吃掉,一想到这个洛彩斯就忍不住惊惧。 扶着石壁在洞口住立了几分钟后,洛彩斯才深深吸了口气,似乎下定了什么决心。 他再次缓缓移到洞中,从自己的背包中拿出一只可爱的卡通发夹插在了短发上,然后又从包里拿出一个盒子,盒子打开里面是一条项链。 项链并不是多好,只不过是一条寻常的珍珠项链罢了。 洛彩斯花了好大力气才将这项链也细在了脖子上,捋了捋自己的头发,这才难难自语道,不知道爷爷一个人在地下过的可好。 远采风矣,魏之东矣,云水之丝,美梦拥矣,洛彩斯难难自语,他的嘴角微俏,脸上也红润了一些。 爷爷说我是洛家最美的丫头,将来有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来约我去最美丽的地方,然后我才能嫁给他。 洛彩斯抬头看着萌萌的天空,也许我的那个男子汉,他在天的那一头,我要打扮得最美过去,孤傲,灰狼在此的丝铭让洛彩斯回归了现实,脑海越来越沉重。 随即用力摇了摇头,我要死了吗? 他内心深处知道,也许自己真的活不了多久了,否则的话怎么总是想起爷爷。 努力将这些念头抛开,莫采斯依然走向了狼吼的方向。 蓝小不应该是被狼吃了,与其等狼找到洞里来吃他,他还不如主动过去,至少临死前还有一个相伴的。 比起死亡来,他更恐惧孤独,哪怕是死了,他也不想一个人在黄泉路上徘徊。 和蓝小不在一起,至少有一个罢。 第四十三章感恩,洛彩斯没有猜错,他离开时动并没有走多远就看见了那头灰狼的身影。 尽管感觉到浑身都在颤抖,他依然是走了过去,然后他看见了蓝小不。 蓝小不躺在地上,那灰狼就站在蓝小不的旁边。 洛彩斯没有敢再往前走,他不知道为何蓝小不没有被灰狼吃掉,这灰狼是在等他吗? 洛彩斯还在胡思乱想的时候,灰狼看了一眼洛彩斯,忽然缓缓转身,慢慢地远去。 怎么回事,洛彩斯疑惑地看着灰狼远去的背影,一时间竟然没有想蓝小不怎么到了这里。 蓝小不侧卧在地上,手里还抓着几株草药。 洛彩斯想去将蓝小不扶了起来,蓝小不脸色潮红,显然还活着。 洛彩斯没有时间去想为什么狼没有吃蓝小不,看见他来了又为什么要走,只是他刚刚跨出一步,身体就再次一软,跌坐在地上。 头越来越昏沉,似乎自己的思想随时都要沉寂下去一般。 洛彩斯很清楚,他不能晕过去,哪怕他病得厉害也要坚持一下,至少要让蓝小不醒来再说。 吃,就在洛彩斯还想拉一下蓝小不的时候,蓝小不忽然叫了一声,甚至动了一下抓着草药的手。 你好了,洛彩斯激动不已,一下就有了力气一般,甚至坐了起来。 蓝小不显然没有好,只是说了一个字,动了一下手后,就再次闭上了眼睛,同时他的脸色越来越潮红。 洛彩斯伸手在蓝小不的额头摸了一下,感觉温度很高,而且他隐约觉察到蓝小不额头的温度越来越高。 经历了最初的惊慌后,此刻的洛彩斯反而冷静下来。 刚才灰狼没有吃它们,已经算是天大之喜。 就算是死掉了,也好过被灰狼吃掉。 回头看了一下还有些距离的石洞,洛彩斯想着,至少应该将蓝小不拖到石洞去,就算是死了也有一个安身的地方。 洛彩斯又用力拉了一下蓝小不,只是他根本就没有气力,无法移动蓝小不分毫。 他看着蓝小不手中的几株草药,想到蓝小不刚才说的吃字。 犹豫了一下,还是拿起其中一株药草放入口中缓缓地咀嚼着。 这要草不知道蓝小不是从什么地方找来的,不过蓝小不医术如此惊人,就算是迷糊之中,应该也有些求生本能吧。 这草获者真的有些用处,再说了,就算是毒的又有什么区别,没有比这更糟糕的处境了,草药微苦有些色嘴, 洛彩斯还是勉强咽了下去。 直到此刻,他才发现蓝小不的左腿全部染红了,一条至少有四五寸长的伤口在蓝小不的左腿上,不知道是摔的还是什么东西咬的。 洛彩斯叹了口气,他无能为力,帮蓝小不到这个地方,他已是尽了最大的气力。 他只能割下一块衬衣下摆,然后帮蓝小不将伤处包裹起来。 在原地做了一会后,他看见蓝小不的脸越来越红,他摸了一下蓝小不的额头,温度更高了。 洛彩斯再次尝试着站了起来,让他惊喜的是,这次他轻松就站了起来。 除了饥饿还有些无力之外,脑袋那昏昏沉沉的感觉在渐渐消失。 真的是这草药的用处,洛彩斯赶紧又从蓝小不手里拿了一株草药,再次咀嚼了一下,这次他没有自己吞下去,而是送入了蓝小不的口中。 只是刚刚送进去,蓝小不就吐了出来。 洛彩斯哼了一声,还嫌弃我来着。 我都没有嫌弃你,正准备在位的时候,洛彩斯觉得有些不对劲。 蓝小不的手有些凉,为什么额头的温度这么高? 他立即用手摸了一下蓝小不的后背和前胸,都是凉凉的。 唯一温度高的地方就是额头,好古怪的发热,手凉还可以理解,背后和前胸也是凉的还真不多。 洛彩斯赶紧爬起来,到了小溪边捧了一盆水送入蓝小不的口中。 蓝小不被冷水惊醒,然后他呼地坐起,嘴里开始不断地念念叨叨,眼神似乎也开始空旷起来。 洛彩斯明显看到,蓝小不在念念叨叨的时候,他脸上的潮红开始消退,用手摸了一下蓝小不的额头,额头的温度也在迅速地退去。 这是什么病,洛彩斯是学医的,可他真的没有见过这种古怪的病症。 好在蓝小不又恢复了最初的样子,他也算是微微松了口气。 讲到自己的烧也退了下去,也许他还能活下来。 你先站起来,然后和我一起回去。 洛彩斯看着蓝小不说了一句,如果蓝小不听不懂他的话,那他就强行将蓝小不拉回去。 让洛彩斯松了口气的是,蓝小不听懂了他的话,而且跟着他慢慢地走回了石洞。 看着跟在自己背后的蓝小不,洛彩斯心里有了一些明误。 蓝小不昨晚之所以出去,应该不是无意之中的。 从他拿回来可以退热的药草看,他应该有意去帮自己寻找药的。 也许是自己说你是男的这句话刺激了蓝小不,这才让蓝小不本能中去帮他寻找退热药草。 同时洛彩斯也更是看清楚了,蓝小不的艺术是真的惊人。 脑子还不是很清楚的情况下,去随便寻找几株药草就可以让他退热,这简直是一种本能医学天赋。 回到山洞,洛彩斯拿出最后两个面包,一人吃了一个后他反复叮嘱蓝小不,你千万不要再出去了,虽然我不知道刚才那灰狼为什么没有吃你,但你再出去的话,那就很难说了。 我出去寻找一些东西将这石洞弄一下,洛彩斯整整花费了一天时间,将一些干枯的树枝和树叶集中起来,弄到了石洞之中。 又搬了一些石头,将石洞堵住,一天下来,整个人骨头都累垮了,可他必须要出去找一些吃的,否则的话他会饿死。 天空传来一阵轰鸣之音,那是直升机的声音,洛彩斯赶紧缩回洞中,随即他又看见了好几个无人机相继飞过山间。 来寻找蓝小不的,洛彩斯很快就将这个猜测排除出去了,这应该是来寻找他的。 直升机和无人机消失后好一会,洛彩斯这才想着应该出去寻找一些吃的了。 天色已经黄昏,夕阳虽然被雾霾遮住,却隐隐透出些许的红色。 洛彩斯沿着小溪走了一两里,除了捡到几个不知道能不能吃的野生蘑菇之外,什么吃的都没有找到。 野兔倒是见到好几只,只是他根本就抓不到。 山间上方的红色隐隐退去,洛彩斯拖着疲惫的身躯再次回到了山洞。 远远就看见那头灰狼站在山洞门口,洛彩斯的心一沉。 那灰狼看见洛彩斯后,嘀呜了一声,转身缓缓离开。 什么意思,等这狼走了后,洛彩斯才看见一只野兔丢在山洞门口。 很显然,这野兔是刚才那只灰狼送来的。 借谢了,洛彩斯看着那灰狼离开的方向低声说了一句。 他没有想到,一只畜生如此之道感恩,他也是学医的,虽然无法捕捉到野兔, 但一只野兔丢在门口他还是有能力将其变成晚餐的。 第二天一早起来,洛彩斯惊喜地发现,山洞外面再次多了一只青羊。 那只灰狼显然是知道他无法打猎,这才主动将猎物送来。 第三天、第四天,从最初的难以煎熬,到慢慢习惯, 洛彩斯似乎已经适应了这山剑石洞的生活, 尽管蓝小布混混和和,但他却是一个耐得住寂寞的人。 无法研究医学,就默默地坐在洞口看着天亮天黑, 等待着偶尔出现那穿过雾霾的阳光。 第八天,让洛彩斯有些担心的是,那灰狼没有再送猎物过来。 虽然之前送来的猎物还都没有吃完, 但洛彩斯却有些担心那只灰狼了。 一整天洛彩斯都显得有些魂不守舍, 第九天第十天过去,灰狼还是没有来。 第十一天的时候,他忍不住对蓝小布说道, 我要出去看看那只灰狼,你不要乱跑。 洛彩斯,蓝小布的眼神明显地清澈了许多。 啊,洛彩斯惊喜不已地看着蓝小布, 他在这里待了十二天, 实在是没有想出有什么好的办法能救蓝小布。 第四十四章太川普道,蓝小布一躬身, 洛彩斯,谢谢你救了我。 你一直都知道我在救你, 洛彩斯疑惑地看着蓝小布, 如果不是过了这么多天, 他都怀疑蓝小布是不是有意这样的。 蓝小布点点头, 是的,我模模糊糊地感觉到你在救我, 可我无法做太多的事情, 帮你去寻找药材已经是差点殉命。 虽然无法分开心神, 可是蓝小布脑海中还是有模糊印象的。 正因为有模糊印象, 他才会跟着洛彩斯离开太川古道, 才会挡住了那灰狼, 才会临时离开石洞去为洛彩斯寻找退热草药。 不过帮助洛彩斯寻找退热草药的确是差点与命, 最初是他为了寻找草药, 结果没有挡住那洪流一般的记忆碎片。 等他找到草药后, 更是被记忆碎片冲得晕了过去。 后来石纳头灰狼救了他, 甚至将他带到了山间空旷的地方, 直到洛彩斯找到他为止。 你到底是怎么了? 洛彩斯心里也是松了下来, 蓝小布安然无恙, 他也可以离开了。 蓝小布正想说话, 一声妻妾的乌傲声音从远处传来。 洛彩斯赶紧说道, 是那灰狼出事情了, 我们赶紧去帮他, 没有灰狼我们都饿死了。 蓝小布和洛彩斯刚刚来到门口, 就看见远处一头灰狼蹒跚地走过来, 他的口中叼着两头小狼仔。 灰狼缠仔了, 洛彩斯立即就明白过来, 这灰狼来到洛彩斯和蓝小布面前, 忽然跪倒在地, 将两只狼仔放在了两人面前, 然后淒厉地低吼着。 你受伤了, 现在来投靠我们。 洛彩斯看着灰狼浑身伤痕累累, 立即就说道。 灰狼摇了摇头, 用嘴拱了一下地上的两头小狼仔。 蓝小布叹了口气说道, 他知道自己命不久了, 所以是来脱姑的, 他想要让我们帮忙养这两头小狼。 无论如何, 这个忙我也帮了, 他就过我一次。 似乎听懂了蓝小布的话, 灰狼眼里露出渴望和感激的光芒。 洛彩斯也立即说道, 你放心吧, 这两只小狼我帮你养了。 如果不是你, 我说不定早就饿死了。 灰狼听懂了洛彩斯的话, 跪在地上乌烟了几身后, 这才站了起来, 然后缓缓转身慢慢地消失在山间远处。 看着灰狼孤独的背影, 洛彩斯心里有一种难以言状的哀伤。 他想起了几天前的自己, 他离开石洞的时候, 岂不是一样去准备救死吗? 今天的灰狼就和几天前的自己一样, 那种心情他可以理解。 远处又有无人鸡飞了过来, 洛彩斯叹了口气, 弯下腰抱起两头小狼仔, 好可爱的两头小狼仔, 背部还有一条金色呢? 蓝小布的目光落在两头小狼仔上, 果然, 这两头小狼仔背部都有一条金色。 蓝医生, 我要离开这里了, 洛彩斯摸了一下小狼仔背部的金色, 语气有些伤感。 他还在想那头灰狼, 不知道灰狼会寻找一个什么地方安静的等待死亡。 蓝小布默然无语, 他知道洛彩斯要走了, 他欠洛彩斯的, 也欠那头灰狼的。 可他甚至连一头小狼也无法带走, 因为他知道自己将要去什么地方, 那很有可能是一条死路。 洛彩斯的目光看向了蓝小布, 带着一些担忧说道, 你知道千音在寻找你吗? 希望你有好运吧。 他只要电话开机, 立即就有人来接他走。 原本他想要的是和蓝小布探讨一下医学问题, 还有蓝肌霉素, 冻残病的一些医学难题。 在经历了生死之间后, 他忽然觉得这些或许并没有那么重要。 蓝小布看着洛彩斯有些发争, 无论前世还是今生, 洛彩斯都是他见过最漂亮的女子。 如果不是那篇论文, 他和洛彩斯不过是茫茫人海中的两个陌生人罢了。 而现在, 他却欠了洛彩斯许多, 我也要离开了, 蓝小布看了看外面雾矮茫茫的天空, 尽管他已经知道飞碟返回地球的原因, 可他还是要离开。 他得到了太多不可思议的知识, 更是知道了无数宇宙秘文, 他必须要离开地球。 如果他不带着那飞碟离开地球, 恐怕还是会害了地球。 我知道你要离开, 不过你不能和我一起走。 否则的话, 你很危险, 洛彩斯说道, 蓝小布摇了摇头, 再次看着茫茫的天空, 缓缓说道, 我要离开地球了, 也许不会再回来。 你的救命之恩, 我暂时报答不了, 只能欠下了。 离开地球, 洛彩斯惊议不已地看着蓝小布, 蓝小布还没有好吗? 怎么还在说胡话? 蓝小布没有解释, 而是说道, 我先教你学一点东西, 然后你在这里等我一晚上。 学什么? 医学问题吗? 洛彩斯欲发布解, 吃一惊惊, 眼下地球上一等一的武学, 以后你一定不能告诉任何人你学过这个。 蓝小布说道, 洛彩斯摇了摇头, 我对这个不感兴趣, 你不用教我了。 他听说过, 现在的球元气爆发后, 武学昌盛, 很多人都在疯狂地想要学习各种武学。 但他只对医学有兴趣, 武学就算了吧。 蓝小布正所说道, 地球元气爆发, 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谁都不知道。 如果有一天, 你再跌落在这个山剑之中, 如果你有武学基础, 就不至于饿死在这里, 甚至可以自己离开这里。 洛彩斯沉默下来, 蓝小布说得对, 若不是那头灰狼, 他能活下来吗? 见洛彩斯沉默, 蓝小布赶紧说道, 你一定要记下我说的, 按照第一事去做, 然后等我回来。 第一事两臂驱肘, 徐徐平举至胸前承报求是, 驱万力掌, 指头向上, 掌心相对。 绝约, 立身期正直, 还拱手当胸, 气定神接脸, 新城贸易功, 这是什么? 洛彩斯一脸迷糊, 却还是按照蓝小布的话去记忆。 蓝小布说完十二事后, 发现洛彩斯已经按照第一事去做后, 赶紧离开了十栋, 蓝小布离开的时候洛彩斯知道, 他现在正在尝试第一事。 第一事两臂驱肘, 徐徐平举, 让洛彩斯惊异不已的是, 他刚刚做了第一事, 一股淡淡的暖流就从丹田升起, 随即扩散全身。 原本软弱无力的身体, 这个时候似乎多了一些气力。 就算是傻瓜, 洛彩斯也知道这个方法是好东西。 第一事, 第二事, 当洛彩斯做到第六事的时候, 他甚至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自己在吸收天地元气, 然后这些元气随着他的动作自然而然地在体内进行了周天运转, 他再吐出灼气。 半天时间过去, 洛彩斯叙了口气, 停止了动作。 这个时候他只感觉到饥饿, 但他的力气明显增加了许多。 两只小狼的叫喊惊醒了洛彩斯, 他赶紧将烤肉砸碎为了一点给小狼, 却没有心思继续修炼, 是因为蓝小布不在, 他一个人感觉到不安。 难以煎熬的一夜终于过去, 第二天蓝小布却背着一个包回来了。 你从哪里弄来的包? 洛彩斯惊异不已地看着蓝小布背后的布包, 一脸迷糊。 蓝小布将包递给洛彩斯, 这里面有一个我的笔记本, 里面下载了许多东西, 这些东西千万不要给任何人看见。 还有当你修炼到断骨镜的时候, 包里的盒子中有一个药方, 那个药方是千阴药的东西, 记得不能泄露出去。 除此之外, 包里还有一块羊之玉, 那是送给你做留念的。 如果苏曾结婚了, 包里还有一颗钻石。 哎, 这个就算了吧, 你不认识他, 啊, 这些我不会收的。 听到有钻石和羊之玉, 若彩斯毫不犹豫地将包推还给蓝小布。 蓝小布没有接, 只是说道, 我都要离开地球了, 这些东西放在我身上只是浪费。 你不是说胡话, 若彩斯盯着蓝小布, 蓝小布笑了笑, 你回去查一下我父亲蓝相成, 就知道我是不是在说胡话了。 走吧, 不用求救了, 我先送你去泰川古道。 到了泰川古道后, 你就可以自己离开, 如果让若彩斯一个人回去, 泰川古道他是肯定到不了的。 不过有了蓝小布, 两人只是用了半天时间, 就再次来到了泰川古道。 我就送你到这里, 再见的话我也不说了。 蓝金霉素和洞残病我的电脑都有记载, 你可以看到, 但千万记住, 不要告诉任何人你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否则你会一身的麻烦。 祝愿你医学大成, 将来成为梁医, 蓝小布站在泰川古道之外, 挥手和洛彩斯告别。 洛彩斯张着嘴, 一时间竟然不知道应该说什么。 直到蓝小布转身之后, 他才忽然叫道, 蓝小布, 你等等, 见蓝小布停了下来, 洛彩斯将戴在身上的那串珍珠项链摘了下来, 然后走到路边将项链塞到蓝小布的手中, 又塞了一头小狼仔给蓝小布, 这个就送给你吧, 也算是朋友一场。 还有小狼仔, 总不能我一个人养, 你也养一个。 我养的叫泰川, 你的一定要叫古道。 就这样, 再见, 洛彩斯明明觉得一切都他可以不在意, 可他将项链送到蓝小布手中的时候, 却感觉到脸有些发烫, 赶紧转身就走。 在他看来, 那实在是因为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送的, 而蓝小布送了这么多东西给他, 他没有别的意思。 第四十五章, 离开故土, 蓝小布再次回到飞碟昆仑旁边的时候, 天已是彻底黑了下来, 飞碟落在昆仑山被发现的机会少一些, 秦岭虽然也很宽广, 但飞碟在这里会更容易被发现。 洛彩斯说有无人机来寻找过他, 蓝小布甚至怀疑飞碟是不是已经被发现了。 无论是不是被发现了, 蓝小布都决定今晚就走。 昆仑, 开一下门, 蓝小布开口, 昆仑的门就自动开启。 虽然昆仑一来到地球就采集了地球所有的语言, 能听明白他的话, 不过蓝小布觉得等会还是将昆仑的界面也换成中文的。 那具采药人的尸体还躺在飞碟的门口, 蓝小布先将小狼仔骨道放在飞碟里面, 然后又将采药人的尸体搬了出来, 简单埋了一下。 没有能回到厅江带走一棚土, 蓝小布还是在这里带走了一棚土。 无论他是否活着, 他身边还有地球的一棚土陪着他。 至于那具枯骨, 蓝小布没有敢留在秦岭。 他担心这枯骨身上是不是有什么定位器, 如果有定位器的话, 他就算是将飞碟开走了, 那些外星战舰还可以通过这一具枯骨来到地球。 飞碟里面的布局蓝小布还没有查看, 他现在没有时间查看, 等将飞碟送入太空后, 他还要整理一下那无穷无尽的记忆碎片。 这些记忆碎片不是他的, 而是那个想要夺射他的外太空来者。 将那具枯骨抓起, 随手丢在一边, 蓝小布坐在了飞碟的驾驶舱座椅上。 回头看了看古道, 古道表现得很乖巧, 趴在一边没有到处乱跑。 记忆碎片中有关飞碟的一切记忆瞬间就被整理出来, 蓝小布心里暗自震撼外星科技的发展程度。 地球最近百年时间, 科技发展算是飞快了吧, 可比起外星的科技文明, 就是弟弟中的弟弟。 这艘飞碟原来的名字叫寻道, 来自遥远的风际星系, 飞碟的主人叫李安, 是五级星系风际星系中最强大的一个星球, 五级科技文明星赤雷星。 蓝小布心里隐约有了一种可怕的压抑感, 这个飞碟的主人李安的身份似乎很牛叉。 蓝小布下意识地打了个机灵, 他不敢在地球上继续整理这些记忆, 他总有一种感觉, 一旦被赤雷星知道是他干掉了李安, 地球就彻底完蛋了。 蓝小布立即命令道, 昆仑, 马上离开地球, 不, 马上离开银河系, 越远越好。 昆仑说道, 正在收集银河系数据信息, 飞碟的声音立即就传了过来。 昆仑可以通过无限渗透到地球的网络之中, 以昆仑的计算能力, 地球上最强大的防火墙和加密那都是摆设。 对昆仑来说, 不过是多算几次罢了。 只是这种采集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蓝小布正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 飞碟里面的声音就再次响起, 数据已经收集完毕, 现在可以起飞。 将主控界面也改成中文, 蓝小布说话的时候, 脑海中已在考虑燃料问题。 昆仑使用的燃料地球上是没有的, 有两种燃料, 一种是提纯过的窃, 还有一种是结石。 因为结石太过珍贵, 极难弄到, 现在用的都是窃。 根据蓝小布得到的记忆, 窃一样很是珍贵, 只有三级以上的飞碟才使用这种燃料。 蓝小布并不知道窃是什么, 这些等他进入太空后慢慢地寻找。 昆仑已将语言界面改成中文, 昆仑的声音传出, 地球上的语言信息是默认收集的, 昆仑一来到地球就收集了一切语言信息。 而其余的科技信息是需要指令收集的, 只有让昆仑去收集昆仑才会去收集。 看着巨大显示屏上的中文提示, 还有中文坐标, 蓝小布感觉顺眼了不少。 出发吧, 昆仑, 蓝小布靠在座位上, 他甚至连去准备一些吃的都懒得弄了。 之前没有吃完的干粮还剩下一些, 到时候给古道泡一点吧。 如果在他饿死之前还没有找到落脚点, 那只能认命, 古道也需要陪他一起陨在星空之中。 事实上如果洛彩斯布将古道塞给他, 他是不会主动要求收养古道的。 千步说他现在准备吃的不方便, 就算是他准备一年吃的又如何。 一年后呢, 浩瀚宇宙, 他和昆仑不知道要飞多久, 自从踏入昆仑的时候, 他就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了。 等他面临绝境的时候, 他就启动昆仑的毁灭程序。 蓝小布只是感觉到微微颤动, 他就在大屏幕上看见了地球的完整形状, 不过这个画面只是一闪而逝。 这速度要有多快? 蓝小布问道, 这已经冲出大气层了, 现在已经离开了太阳系, 正在脱离银河系, 昆仑的声音传来。 蓝小布默然无语, 这根本就无需环绕和逃逸, 宇宙速度对昆仑来说完全不适用。 昆仑, 离开地球越远越好, 还有也要远离风际星系, 蓝小布发布了一个命令后, 略松了口气。 之前被他吸收的记忆此刻慢慢地被蓝小布整理出来, 他越整理就越心惊。 赤雷星在整个风际星系文明之中, 都是遥遥领先, 一等一的文明星球。 中围的一些生命星球, 绝大多数都是活在赤雷星的脚底之下。 如果惹怒了赤雷星, 轻则奴役整个星球, 重则直接毁掉星球。 李安的来头更是大, 他是赤雷星赛诺大帝的嫡子, 而且赛诺大帝就这一个儿子。 可以说, 只要李安愿意, 他想要随便毁掉周围几个低级科技文明星球, 那都是一句话的事情。 蓝小布心底发凉, 如果被赤雷星的赛诺大帝知道, 他唯一的儿子到了地球, 还被自己击杀, 甚至魂飞魄散。 恐怕就算是在远的距离, 赤雷星的赛诺大帝 也会来到地球将地球毁灭了吧。 此刻蓝小布只希望昆仑被自己带走后, 没有留下半点隐患在地球上。 李安本来可以安安静静地 在赤雷星做一个小霸王, 只是他找到了一个大秘密, 这个秘密关系到生命的永恒存在。 而这个永恒存在的秘密在地心, 他离开赤雷星在浩瀚宇宙之中寻找地心。 蓝小布握紧了拳头, 地心他岂能不知道, 就是地球啊。 地球有什么秘密, 可惜这一部分记忆他竟然没有找到, 似乎被李安隐藏得极深。 李安同样也是一个修武者, 而且境界还不低。 更让蓝小布钦佩不已的是 李安不但是研究修炼, 同时对科技的研究和理解 更是他望尘莫及。 那无穷无尽的科技知识, 蓝小布觉得自己就算是 在学几百年也学不完。 蓝小布很难理解, 为什么李安的脑海中 可以装下这么多的东西, 而且还不忘记。 蓝小布在静谧的星空之中穿梭, 蓝小布完全沉浸到了 李安留下来的那无穷知识当中。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蓝小布才豁然惊醒, 他感觉到有些恶。 回头看看, 古道眼巴巴地在看着他, 竟然很懂事地没有叫换。 好在他现在已经知道了李安 为什么能在浩瀚宇宙之中生存下来了, 除了飞碟舱的模拟环境和生存空间一样外, 在飞碟最里面还有一个生存舱。 生存舱里有两种东西, 第一是绿植, 这里面只有一个两米方圆的菜地, 菜地里栽种的是一种较苦的蔬菜, 这不是地球上的某一种树木, 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绿色蔬菜。 但苦不是主食, 只是零食和补充元素的一种配菜而已, 真正的主食是生机元素药剂。 蓝小布离开驾驶舱走到飞碟后面, 手按在感应区说了一声, 打开生存舱。 生存舱打开, 蓝小布看见了一堆堆叠加起来的药剂。 这些药剂一瓶最多只有15毫升, 蓝小布现在很清楚这15毫升的生机元素药剂是多么强大, 这一瓶就足以提供一个正常人5天的营养需求。 这一堆生机元素药剂至少有数千瓶吧? 这足够几十年活命了, 从记忆中知道, 这种药剂根本就不是普通人买得起的, 因为其中要用到一种主要材, 生机菇。 这种生机菇价值连成, 寻常人有钱也买不到。 只有一个地方有生机菇, 那就是育起心。 透过玻璃, 蓝小布可以清晰的而看见里面两米见方的苦值。 蓝小布只能感叹, 有钱真是可以为所欲为啊。 饭不用吃, 有生机元素药剂, 想吃零食, 直接去采一点苦就好了。 喝水更是简单, 全部是现提出来的纯净水。 催手拿了一瓶生机元素药剂喝下, 蓝小布立即就感受到浑身上下都充满了火力, 而且精气神都到了巅峰。 果然是好东西, 有这些生存保证, 换成它, 它也可以遨游宇宙。 蓝小布又为了一瓶得鼓道, 这种东西不存在称坏肚子, 只是提供生存的营养需求而已。 它一个成人一瓶可以管五天, 估计古道可以管十来天。 第四十六章两种文明之争, 将生存参观好, 蓝小布这才开始观察飞碟。 古道或者是吃得太饱, 已经在一边呼呼大睡。 飞碟空间还是不小的, 有睡觉的地方, 还有一个星空观察窗。 在飞碟的边角处, 蓝小布找到了一柄极为锋利的长刀。 长刀一拿在手中, 蓝小布就知道这是金针打造的。 针这种材料在地球是没有的, 应该也是外星产物。 在飞碟空间转了一圈后, 蓝小布再次坐回了驾驶室, 按照昆仑的速度, 要离开银河系也要几年时间。 如果比起来, 光速和昆仑的速度根本就不是一个概念。 事实上蓝小布非常清楚, 这不是速度的问题, 而是空间轨迹的问题。 当速度超越了光速后, 空间是可以折叠的。 而且超过的越厉害, 折叠的越厉害, 一光年的路程, 如果可以折叠空间的话, 就算是以光速来行走, 或者是几天甚至几个小时就到了。 当然, 这是一个悖论, 按照蓝小布获得的知识, 理论上低于光速, 空间轨迹又无法折叠。 无法折叠空间, 那一光年的距离光速也不可能几天就到达。 空间折叠非常选傲, 一旦经过空间折叠, 那你的方位很有可能和原先预定好的相差无数个十万八千里。 蓝小布闲的无聊, 随口问道, 昆仑, 这样走的话, 咱们离开银河系的时间过长, 你能不能通过折叠空间的行走方式, 更快地离开银河系。 昆仑立即就回答道, 可以, 但昆仑只是五级科技文明的产物, 对折叠空间的星空轨道计算并不完善, 如果通过折叠空间方式行走, 很有可能迷失在浩瀚宇宙之中, 也有可能被错位空间缴成碎渣。 蓝小布只是犹豫了片刻就说道, 昆仑, 不管完善不完善, 我们现在就通过折叠空间方式离开银河系。 按照昆仑现在的速度和方式离开银河系, 快则需要七八年, 慢的话很有可能需要几十年时间。 那里安很有可能就是因为时间太长, 最后死在了飞叠中。 虽然他的灵魂还活着, 可这种活着有什么意义? 至于矫程碎渣, 那只能说他运气不好。 不对, 蓝小布忽然觉察到了不对劲的地方, 他还没来得及想清楚不对的地方, 昆仑就说道, 启动折叠空间通道, 改变行径方位, 昆仑微微震颤, 可是蓝小布根本就没有在意这些。 此刻他的后背一阵阵发凉, 头皮也有些发麻。 他想起了一件可怕的事情, 那就是他绞杀了李安的灵魂, 而且吞噬了李安所有的记忆。 可为什么他不会针刺灵魂的手段? 之前李安的灵魂想要夺射 他的时候, 就是通过一种真刺灵魂的手段, 让他晕过去。 后来他醒来后, 还经受过第二次灵魂被刺。 按照道理说, 他接受了李安的一切记忆, 这种手段他也会采释。 哪怕吸收记忆的过程缺失了一些, 也有一些灵魂碎片, 可事实上他没有半点印象。 这让蓝小布想起了之前的一件事, 李安是来寻找地心的, 地心就是地球。 可李安寻找地心的目的是什么? 他一样没有翻到这个记忆, 如果李安自己都不知道寻找地心做什么, 他来干嘛? 两个重要的事情记忆都断点了, 只有两种可能, 第一他在和李安灵魂争斗的时候, 有部分记忆丢失。 第二李安还活着, 他之所以没有得到这些讯息, 是因为这些讯息太过重要了, 李安强行锁住了记忆。 第一个可能不存在, 他肯定所有的记忆都被他吞噬了。 他在获得李安的记忆时, 的确是有部分丢失。 但就算是不完整, 也有些许的碎片存在, 不会巧合的正好两件重要的事情全部丢失, 连半点碎片都不存在。 那只有第二个可能, 就是李安还活着, 蓝小布此刻哪里还会在意飞碟是不是会被折叠空间剿灭? 他现在焦急万分, 如果找不到李安的那一丝魂魄, 地球还是处于危险的境地。 可他不会搜寻自己的子府, 只能凭借感觉。 不, 他还有一个手段, 那就是撕裂灵魂, 这个手段是李安夺射他的时候, 他学会的。 现在他找不到李安的魂魄灵魂藏在什么地方, 但他可以撕自己的灵魂。 李安是灵魂存在, 就算是还没有死彻底, 也是存在于他的灵魂之中。 蓝小布对自己狠狠, 他先是抓了几瓶生机元素药剂放在身边, 然后毫不犹豫地开始撕扯自己的灵魂。 那种深入骨髓的可怕痛楚让蓝小布忍不住发出一声淒厉的惨叫, 他浑身都在颤抖, 肌肉都彻底变形了。 主人, 可需要昆仑的帮助, 飞碟昆仑听到了蓝小布淒厉的声音, 立即问道, 蓝小布颤抖着声音说道, 加快速度离开银河系, 不用管我, 你只要走得越远越好, 如果我失去生命了, 一定要进入叠加空间自动毁灭一切, 是。 昆仑阴了一声, 再无声息, 蓝小布又一次撕扯着自己的灵魂, 恐怖的痛楚让蓝小布根本无法陷入昏迷。 这几道灵魂的折磨, 除非死亡, 否则是绝对不会昏迷的。 一次, 两次, 蓝小布脸色苍白如纸, 眼睛通红, 整个人都在飞碟上滚动, 古道被惊醒, 呆呆地看着蓝小布。 在不知道多少次的灵魂撕扯之后, 蓝小布终于找到了一些不对劲的地方, 在他的一时深处有一点无法触及的所在, 因为他反复不断地撕扯自己的灵魂, 让这一点无法触及的所在暴露出来。 给我撕扯, 蓝小布几乎没有半点犹豫, 这么恐惧的痛楚都忍受过来了, 现在有了不妥的发现, 他岂能摆手? 啊, 一声淒厉地惨叫在蓝小布的脑海深处传来, 蓝小布这次反而觉得轻松了一些, 他更是疯狂地撕扯一时深处那一点自己无法触及的所在。 住手, 你杀了我, 一样活不了, 李安的声音传来。 蓝小布反而松了口气, 继续撕扯, 然后吞噬。 并不多的记忆涌来, 尽管大脑疼得犹如要裂开一般, 可蓝小布整个身心都感受到一种轻松, 这种轻松不是肉身上的, 而是精神上的。 一天后, 蓝小布坐了起来, 他拿起一瓶生机元素药剂喝下, 然后闭上眼睛开始感受新接受的记忆碎片。 宇宙之中有两种争执, 一种是科技文明发展为主线, 一种是修仙文明发展为主线。 随着科技文明不断提升人类的寿命, 修仙文明却止步不前, 让更多的宇宙星系生存的人类认为, 修仙文明已经到了末法时代, 只有科技进步才能让人类走得更远。 李安来自五级科技文明星球, 是雷星。 在科技文明星球中, 人们是不鼓励修仙的, 一般情况下, 修仙是污点。 但是李安的父亲是赤雷星第一帝国铁义帝国的大帝, 这样一个权力人物的儿子想要修仙自然不敢有人说废话。 而且就算是李安, 也不是光明正大的修仙, 他是以修武为基础, 寻找修仙的文明。 在李安修武到达运丹境后, 他得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 修仙文明发源地在地心。 地心曾经出现过无数传闻中的人物, 甚至有圣人存在。 可是在一场宇宙诸神大战之后, 这些强大到极致, 受缘无穷的人物都消失不见了, 甚至成为了传说。 修仙文明也就此断绝, 只有一些零零碎碎的修仙知识流传到了宇宙之中。 想要修炼到更高的境界, 或者是想要找到真正的修仙功法, 就必须要去地心, 只有在地心找到了修仙文明的传承, 才有资格跨入更高的层次。 李安前往地球, 就是为了寻找修仙文明的真正传承。 只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他到地球的时候, 事骨已寒, 只剩下了一个灵魂存在。 结果灵魂在夺射蓝小布的时候, 还被蓝小布彻底绞杀。 蓝小布松了口气, 他不但找到了李安前往地球的秘密, 还找到了灵魂刺的修炼手段。 确切地说, 这不是灵魂刺, 而是断魂术。 断魂术是催炼魂破强度的一种手段, 当断魂术修炼到二阶的时候, 可以凝聚灵魂之力化而为真来攻击对手, 这种手段也叫着神魂刺。 李安就修炼到了二阶, 不过翻阅李安的记忆, 想要将断魂术修炼到二阶很难。 李安之所以修炼到二阶, 是因为李安不断地通过吞噬别人的魂魄壮大自己的灵魂。 之前飞碟里面的那个采药人之所以死亡, 是因为魂魄被李安的灵魂吞噬掉了。 这也是为什么李安的寿命到了, 他的肉身已经死亡, 灵魂还活着的原因。 断魂术到了二阶后, 可以存在150年到180年不灭。 不仅如此, 修炼了断魂术后, 无论是记忆还是理解都是百倍千倍的提升。 也因为如此, 李安死后留下来的记忆碎片才差点毁掉了蓝小布。 讲到这里, 蓝小布暗自后怕, 实在是他的意志强大到了极致, 李安又太过虚弱。 否则的话, 他怕根本就挡不住李安的躲射。 第四十七章, 蓝亚新同胞, 蓝小布一握拳头, 就修炼断魂术了。 他的武道已经到了瓶颈, 通迈进后再也无法寸进。 本来他打算在昆仑山修炼试试看, 只是没想到进入昆仑山没有多久就遇见了功, 然后又找到了飞碟。 蓝小布还没开始修炼, 就接收到了一个更加重要的信息, 李安手里有一枚戒指, 这枚戒指对李安很重要很重要, 似乎可以存储东西。 只是李安的记忆中, 这枚戒指它并没有打开。 戒指可以存储东西, 难道外星的科技文明发展到这种程度了? 可以将空间折叠到一个戒指这么大小, 并且制作出来。 神话传说中的空间戒指, 蓝小布倒是听说过。 或者说空间戒指的存在并不是传说, 而是真正有这种事情。 蓝小布第一时间走到李安的身边, 之前李安的骨骼在这里, 蓝小布并不在意。 现在他才看见, 李安的一个手指上有一枚银色的戒指。 如果不是得到李安完全的记忆, 蓝小布肯定不会在意这枚戒指的。 除非他反复观察李安的骨骼, 一个死人的骨骼蓝小布自然是没有心思去仔细观看的。 将戒指摘下来, 蓝小布反复观察了一番, 发现这枚戒指就和寻常戒指一样。 他反复查看, 甚至滴血试验, 可这枚戒指就是一枚普通戒指。 就和之前他得到的那个小木盒一般, 戒指没有任何存储东西的能力。 也许是他没有找到打开戒指的办法, 当然, 也许是李安获知的信息有错误。 蓝小布将戒指戴在手上, 现在找不到没有关系, 将来再说。 收获满满, 蓝小布开始修炼断魂术, 至于昆仑飞往哪里, 怎么飞他根本就不管。 就算昆仑不小心卷入折叠空间缝隙, 他小命没了, 蓝小布也不在意。 从离开地球进入浩瀚宇宙之后, 他就知道自己生存的机会并不大, 这和食物是不是充足毫无关系。 时间慢慢流逝, 当蓝小布跨入断魂术一阶的时候, 他惊喜发现自己的意念竟然可以看到身周一尺范围内的东西。 就是眼睛看不到的地方, 他的意念也可以感应到。 断魂术上明明说过, 修炼断魂术仅仅是催炼魂魄, 让灵魂壮大而已, 根本就没提到还能感应到眼睛看不到的东西啊。 蓝小布肯定这不是断魂术有这个功能却没有提, 应该是自己修炼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无论是怎么回事, 能修炼到意念感应到眼睛都看不到的东西, 蓝小布都是激动不已。 他更是坚定了一定要将断魂术修炼到更高的层次, 到时说不定他的意念可以感应的范围更大。 就如当初修炼意津津一般, 蓝小布发现他修炼断魂术的速度一样很快。 按照李安记忆中断魂术的记载, 从断魂术一阶修炼到二阶至少需要数年时间, 这是只有天赋者。 而从二阶修炼到三阶, 就算是有天赋也很难跨越过去, 都是需要一定的机缘才可以。 李安就卡在二阶, 一直无法突破, 才短短一个多月时间, 蓝小布就感觉到自己都要触摸到二阶的门槛了。 但同时他也发现了另外一个问题, 那就是他越修炼到后眠速度就越慢。 这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他刚刚跨入一阶的时候意念就可以感应到周围一尺范围的东西。 现在他都要触摸到二阶的门槛了, 因为断魂术的淬炼, 灵魂更是强大了许多。 可他的意念还是只能感应到周围一尺范围的东西。 他的灵魂被淬炼了, 意念感应并没有增加, 这不大对劲吧。 蓝小布皱眉沉思, 他想起自己得到断魂术是因为他通过撕裂灵魂的手段彻底灭掉了李安。 他得到断魂术后马上就开始了修炼, 那个时候他的灵魂被撕海处于痛楚之中。 莫非想要修炼出意念感应, 就需要不断地撕裂自己的灵魂。 蓝小布想到这里, 就浑身发抖, 这个实在是太过可怕了, 想象那种深入骨髓的痛楚他真的不想再尝试。 可是一想到如果真的能通过这种手段让自己的意念感应增强, 蓝小布又无法遏制住这种渴望。 算了, 连死都不怕, 还怕痛苦不成。 继续撕, 蓝小布想到就做, 那种让人恐惧的痛苦传来, 蓝小布的灵魂和肌肤一起颤立着, 连骨骼都难以忍受, 有一种静卵的抽搐。 不过这次蓝小布只是撕裂了一下立即就开始运转断魂术修炼, 仅仅两天时间, 蓝小布就惊喜地发现, 他意念可以感应到的范围增大了, 从一尺到了两尺。 这还不算, 他的断魂术修炼速度也在增强。 猜测正确, 既然如此, 那还犹豫什么? 撕裂灵魂又不是一次干, 多痛几次和少痛几次的区别也不是很大, 再来, 蓝小布彻底陷入了这种无休无止的修炼之中, 转眼几个月过去, 他虽然还没有跨入断魂术的第二阶, 可是他的意念已经可以感应到五到六米范围了。 灵魂不断被撕, 然后修复然后再被撕, 这让他的魂破变得凝实无比。 此刻如果李安再来夺射, 蓝小布会再几夕时间解决掉他。 发现飞蝶踪迹, 发现飞蝶踪迹, 请指示, 昆仑突然传出来的声音让沉浸在修炼, 中的蓝小布惊醒过来。 他看了看身边装生机元素药剂的玻璃瓶, 估计自己修炼四个多月了。 再看看不远处的古道, 现在已经是一头一尺高的小狼。 虽然没有吃肉, 仅仅是吃苦和喝生机元素药剂, 古道长得也不算慢。 除了最初的一个多月, 蓝小布还给古道喂一点苦和一瓶生机元素药剂。 后面几个月, 古道都是自己定期开一瓶生机元素药剂和吃一颗苦值。 也许他知道自己的这个主人不大靠谱, 能自力更生的时候就别指望主人。 远有肉吃都长这么大了, 蓝小布怀疑如果是在外面有肉吃, 古道现在说不定都是一条两尺高的小狼了。 让蓝小布满意的是古道很懂事, 知道主人在做什么, 他从来都不打搅蓝小布修炼。 不错, 蓝小布拍了一下古道的脑袋, 表示赞赏, 然后才看向大屏幕。 此刻大屏幕上出现了一个飞碟的画面, 大屏幕上的飞碟显然不是昆仑自己。 你看一下这个飞碟大概是几级产品, 对了, 这里已经离开银河系了吧。 蓝小布问道, 他知道昆仑是五级科技文明产物。 如果这个飞碟也是五级甚至更高的, 说明这里有五级以上的星球, 他还是离远一点。 虽然他现在吸收了很多的科技知识, 还想学习更多的科技文明知识。 不过蓝小布心里很清楚, 五级科技文明对低级文明出来的生命根本就不看在眼里。 虽手干掉它, 也是正常, 是初级科技文明战叠, 目前为止并没有发现我们的存在。 在三个月前, 我们就离开了银河系, 昆仑的声音传来, 初级科技文明, 在蓝小布所得到的知识理解中, 这应该是跨入科技文明星球的最低等级了。 科技文明星球分为七个等级, 初级就是一级, 最高等级是七级。 昆仑, 地球是几级科技文明星球? 蓝小布想到地球, 按照科技文明星球的划分, 地球很有可能也处于初级。 不过地球的智能和航天发展的还行, 说不定12级了。 按照地球的科技水平, 目前还不能跨入科技星球行列。 昆仑的声音传来, 蓝小布揉了揉脑袋, 地球这种科技发展水平, 竟然连初级科技星球都算不上, 那七级科技星球有多牛。 昆仑, 你能不能也伪装成初级科技文明飞碟? 蓝小布问道, 一直在浩瀚宇宙中流浪也不是个事, 哪怕他在耐得住寂寞, 时间长了精神上也会感到压抑。 好在他一直在修炼断魂术, 目前这种压力对他来说还可以接受。 可以, 昆仑回答道, 那就伪装成和对方差不多的飞碟, 然后靠近让对方发现。 蓝小布立即说道, 昆仑有攻击系统, 只是攻击系统有些消耗能源, 一个初级飞碟如果想要攻击他的话, 他分分钟让对方如何做一个老实的飞碟? 不, 应该是飞碟碎片, 果然, 在昆仑伪装成初级飞碟, 并且解除隐身后, 对方飞碟很快就发现了昆仑的存在, 并且发来了信息。 可是蓝亚新的同胞, 我是蓝亚新蝶战军的克尔, 蓝亚新。 蓝小布立即就知道是因为昆仑将自身信号方式改成了和对方差不多的类型, 这才让对方以为自己也是来自蓝亚新。 还没等蓝小布回答, 对方就再次发来了信息, 蓝亚新被飞碟新占领, 星球已被奴役, 我正逃亡真诺新, 第四十八章真诺新。 星球都被奴役了, 不用说军队肯定全部没了。 蓝小布立即说道, 昆仑, 传讯息过去, 我叫蓝小布, 也是来自蓝亚新的, 属于维和军, 现在也是想要前往真诺新, 只是不知道真诺新的态度如何, 一直有些犹豫, 是回去看看还是继续前往真诺新。 蓝小布肯定对方没有听说过维和军, 不过这没有关系, 蓝亚新都被奴役了, 维和军存在不存在也不会去查证。 如果要查证, 他就说这是私人组织起来, 对抗非仆新的。 克尔显然没有去想蓝小布是不是来自蓝亚新, 他立即传讯说道, 千万不要再回蓝亚新, 一回去就会被奴役, 甚至杀掉。 我们一起去真诺新, 你锁定我的飞碟, 然后跟在我后面。 我在真诺新有认识的人, 咱们先去真诺新。 看起来克尔是一个比较豪爽, 而且低防新很小的人。 蓝小布自然不会有什么犹豫, 直接让昆仑锁定了克尔的飞碟, 然后跟着克尔一起前往真诺新。 克尔显然很是剑谈, 不断地向蓝小布叙说着真诺新的一些情况, 还有蓝亚新哪些人投靠到了真诺新。 蓝小布听着对方不断地叨唠, 心里却在想着李安的强大, 这家伙的记忆碎片里面是不是什么星球的语言都有。 哪怕蓝小布极少回应, 克尔依然是滔滔不绝。 蓝小布怀疑这是对方无法离开飞碟, 否则的话, 克尔会不会直接离开自己的飞碟来到他的飞碟中。 从克尔的口中, 蓝小布也知道了真诺新最大的帝国是汉兰帝国, 汉兰帝国的国主是泰杰。 汉兰帝国最强大的军队是征兴军, 征兴军直接听命于泰杰。 按照克尔的话, 他们到了汉兰帝国后, 一定要加入征兴军。 只有加入了征兴军, 才有机会走得更远。 因为有克尔刀劳各不同, 蓝小布没有办法继续修炼, 他先将领安的骨骼通过飞碟的垃圾舱丢入了太空之中, 这东西放在自己的飞碟里面, 始终是个祸害。 做好这些, 蓝小布又拿起了那银色的戒指。 蓝小布是准备研究一下这银色的戒指到底有什么古怪的, 让他震惊的是, 之前他什么都看不出来的寻常戒指, 这次竟然看见里面有一层灰蒙蒙的东西。 蓝小布只是瞬间就明悟过来, 因为他修炼了断神术后, 有了意念感应, 这才能感受到戒指中灰蒙蒙的东西。 不过只是感觉到那一层灰蒙蒙还不行, 他无法看清楚戒指里面的东西。 蓝小布尝试着用之前吞噬里安魂魄的手段来撕开这灰蒙蒙的东西, 让他惊喜的是, 仅仅是一下, 他就好像在一堵墙上打开了一个缝隙。 蓝小布立即就用意念抹去了被他撕开的这一层灰蒙, 脑海中自然而然地出现了一个词, 炼化。 难道这就是炼化? 他学会了断神术后, 竟然可以如传说中一般, 炼化法宝。 这对蓝小布来说简直是天大之喜。 至于什么是法宝, 这戒指中有空间, 自然是宝贝无遗。 蓝小布足足花了半个月时间, 才将这枚戒指全部炼化。 也许是蓝小布长时间没有回应, 克尔后面也减少了劳道的频率。 事实就算是克尔劳道的多频繁, 蓝小布这个时候也是没有时间去理会他。 蓝小布现在正惊喜地感受着自己戒指的空间大小, 这枚戒指空间方圆足足有十多丈, 不说别的, 将他的昆仑放进去只是占据了其中的四分之一空间。 让他略显失落的是, 这银色戒指中没有任何东西。 这等于他捡到了一个钱包, 钱包里面什么都没有, 好在这个钱包是有些价值的。 很有可能李安并没有打开过这个戒指, 或者说李安并没有能炼化这个戒指。 李安虽然修炼断神术到了第二阶, 但李安肯定不会和他一样撕自己的灵魂去修炼断神术, 不撕自己的灵魂修炼断神术, 那就无法生出意念感应。 生不出意念感应, 自然也就无法炼化这枚空间戒指了。 蓝小布简单尝试了一下, 轻松就将手中的一瓶生机元素药剂放进去, 然后又轻松拿了出来。 看样子只有自己陨落了, 这个戒指里面才会再多出萌萌一层。 不过就算是多出了萌萌一层, 没有意念感应的人也别想看清楚戒指中是什么东西。 蓝小布将自己的一些重要东西, 还有生存仓中的一大半生机元素药剂全部都放入了戒指中。 最后拿在手中的是一个木盒, 这个木盒入手有些量, 当初是从成见解手中得到的。 之前一直是打不开, 现在蓝小布有了意念, 他想要尝试一下是不是可以通过意念打开。 蓝小布, 前面已经到了真诺心, 你放慢速度。 我正在和真诺心取得联系, 只要他们允许, 你就跟在我后面穿过真诺心的大气层进入真诺心。 克尔的声音传来, 蓝小布赶紧应了一声, 然后将木盒收了起来。 真诺心显然早就收到了蓝亚星被入侵然后被奴役的消息, 没过多久, 他和克尔就收到了允许进入真诺心的信号。 飞蝶穿过真诺心, 蓝小布看见了一个青黄相间的巨大星球, 这是一个不会比地球小的星球。 昆仑, 收集真诺心心球信息, 不要被察觉。 蓝小布立即吩咐, 是, 已经在收集真诺心信息数据, 昆仑的声音传来, 同时蓝小布看见一道道数据链在屏幕前滑过。 这时昆仑告诉他, 数据收集很顺畅, 飞蝶穿过真诺心的大气层, 然后在引导信号之下迅速落向真诺心。 20分钟后, 飞蝶停在了一个巨大无比的停机坪上。 这个停机坪上足足停了上万各种各样的飞蝶, 飞机、飞船。 根据昆仑给出的停机分布, 蓝小布看得出来, 昆仑停靠的地方属于边缘一带。 可见作为一个蓝亚星逃亡者, 在真诺心上的地位是很低的。 几乎是在飞蝶停稳的瞬间, 昆仑的声音就传了过来, 真诺心数据收集完毕, 请吩咐。 蓝小布很想尝试一下能不能将昆仑收进自己的戒指中, 不过他知道如果真的这样做了, 他恐怕离死就很近了。 昆仑, 你在这里等我, 一旦收到我的指示, 立即前往我所在的位置会合。 离开的时候千万要屏蔽一切信号监控, 不可被别人发现。 还有如果没有收到我的指示, 有人强行要打开别仓, 那你就立即逃出真诺心。 蓝小布拿起昆仑的指示器, 一边反复叮嘱。 昆仑收到, 昆仑回应道, 蓝小布松了口气, 将巴掌大小的指示器收入口袋, 然后走向了舱门口。 昆仑是五级文明科技飞碟, 真诺心不过是一个二级科技文明星球, 应该还奈何不了昆仑。 看见蓝小布要离开, 古道赶紧跟着蓝小布想要一起出去, 蓝小布拍了一下古道的脑袋, 你也留在昆仑里面等我。 古道无奈地摇了摇尾巴, 只能再次返回自己的老位置趴下来继续睡觉。 蓝小布走出飞碟后, 第一眼就看见了克尔。 随即他就感受到了清新无比的空气和碧蓝如洗的天空, 他出生后这种碧蓝如洗的天空就没有见过几次。 如果有一天, 地球也能变成这样就好了。 克尔一头金发, 身材很实高大, 头发乱糟糟的, 脖子上挂着一条黑色的链子, 看起来也不过二三十岁的样子。 他身上的衣服看起来有些破旧, 脸上还有一些伤痕。 哈哈, 蓝小布, 你比我还惨, 不过能逃出来就是好事。 走吧, 我们去真诺心争冰处, 至少可以混一顿吃的。 克尔哈哈一笑, 似乎老朋友一般, 一拍蓝小布的手臂说道, 蓝小布现在的样子看起来的确很是凄惨, 依然是吃着脚, 身上的衣服还是破破烂烂。 虽然他在飞碟上洗过几次澡, 可没有衣服换, 自然是显得比克尔还要邋遢。 克尔说到混一顿吃的时候, 眼里发光, 蓝小布从克尔深陷下去的眼窝和销售的脸颊可以看出, 这家伙真是恶的。 生机元素药剂是好东西, 不过这种东西可不是什么人都能有的。 克尔仅仅是来自一个初级科技文明星球低时观, 不要说没有生机元素药剂, 说不定他见都没有见过这种东西。 克尔, 怎么没有人来接我们? 蓝小布疑惑地看着周围, 除了各种各样的飞行器之外, 还真没有见到有人过来迎接。 克尔瞪大眼睛看着蓝小布, 好一会才说到, 你不会以为我们是来帮人家的吧? 我们是来逃难的, 等会去如果没有人要我们, 我们吃一顿了后, 还要离开这里的。 如果不离开呢, 蓝小布有些疑惑,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有人星球, 然后离开这里再去星空流浪。 克尔点点头, 如果你放弃自己的飞碟, 不离开也可以, 你可以加入真诺星某一个国家, 去做一个寻常民众。 若是你不愿意放弃你的飞碟, 那就只能选择离开真诺星。 走吧, 先填饱肚子再说, 我吃了一个月干粮, 都要吃土了。 再过一段时间, 我连要吃土的干粮都没有吃的, 幸好平安无事来到了真诺星。 第四十九章 真心均考核, 不过我建议你不要去做一个寻常民众, 那还不如再进入星空流浪, 因为那个时候你会卑微到觉得活着就是幸运。 克尔更是箭谈了, 从和蓝小布一起的时候, 一张嘴就没有停下来过。 蓝小布跟随着画劳克尔一起走了将近四五十分钟, 这才来到一个巨大的圆形建筑外围。 圆形建筑外面树立了一个招牌, 真诺星军争处。 克尔亚迪声音在蓝小布耳边说道, 一会我们进去后先吃东西, 吃完东西后再了解有哪些军队在这里招人。 记住, 我们首选是真心军, 只有加入了真心军才有自由。 当然如果真心军进不去, 我们就去别的军队看看。 好, 蓝小布对这里的规矩一点都不知道, 他只能跟随在克尔身后。 两人进入大门, 是一个至少有四五百坪的大厅。 如此大的大厅, 中间没有一根城重柱, 想想这个大楼至少有四五十米高。 蓝小布心里暗自感叹比起地球来, 二级科技文明星球的建筑水平的确是厉害。 尽管大厅不小, 这里面的人同样多, 有些人依着华丽, 但更多的都是和他们一样, 风尘仆仆的样子。 不过和蓝小布这样, 试着脚一扇蓝里的人并不多。 这些都是我们蓝亚星的。 蓝小布疑惑地问道, 蓝亚星有这么多人逃出来, 那过来的飞碟应该也不少吧。 克尔亚低声音说道, 只有极少数是蓝亚星的, 还有一部分是别的低级星球的。 有些是逃出来的, 也有一些是和我们一样, 星球被奴役后溃败的兵士。 还有一部分, 是珍诺星本土的, 珍诺星本土也有人来应征, 蓝小布有些不解, 克尔非非一笑, 当然, 在这里被征收的兵士, 基本上都是需要参加星球之间战争的。 这个和帝国之间的战争不同, 帝国征兵都是在本国之内。 只有这个地方, 不但可以招收整个星球的兵士, 还能招收外星来头的兵士, 比如我们。 那一旦别的星球入侵呢, 每一个国家都派兵出战, 蓝小布问道, 他已经有些明白, 珍诺星其实就和地球差不多, 有很多的国家。 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军队, 这些国家之间也会战争。 克尔解释道, 珍诺星有一个汉兰帝国, 其余的国家名义上都是归汉兰帝国所下。 一旦有外星入侵, 汉兰帝国会发出救星令, 只要生存在珍诺星的国家, 每一个国家都必须要出动全部的力量抵抗。 蓝小布没有问一旦不出力会怎么样, 既然有了这个规定, 估计每一个国家都会全力以赴的。 不全力以赴的国家, 应该都不存在了。 我看见征兴军的征兵处了, 我们赶紧先去吃东西, 吃完东西就过去看看, 克尔说到这里似乎想起了什么, 转身看着蓝小布疑惑地问道, 小布, 你怎么不知道这些常识? 刚才蓝小布询问的东西都是最基本的常识, 蓝小布应该知道的啊。 蓝小布呵呵笑了笑, 我参加维和军不久, 纳菲扑星就攻击我们蓝亚星了, 所以很多东西我都不是特别清楚。 哦, 克尔嗑了一声, 显然没有声响, 或者是食堂的饭菜香味对他才是更重要的。 能来到这里的所有人, 都有一顿免费饭吃。 蓝小布和克尔在感应区留下了手纹, 然后每人都领到了一个盘子。 就和自助餐一般, 菜饭都是自己随便吃的。 没看见米饭, 主食是类似白面一样的东西, 不过菜品非常丰富, 各种蔬菜各种肉类, 虽然一直有生机元素药剂, 但能吃一口热饭, 心里总是踏实一些。 蓝小布知道补充蔬菜的重要性, 他一样都弄了一点。 克尔就不同了, 他根本就没有要任何主食, 全部是要的大块肉类。 一餐饭吃完, 克尔满足地叙了口气, 唉, 要是能加入真心菌就好了, 传说真心菌的伙食材是真正的好, 比这还要好几倍。 住的地方也好, 每个人都有豪华庄园, 蓝小布倒是觉得一般, 这里的科技文明也许超过地球几个层次, 不过食物口味真的一般般。 至于克尔说真心菌每个人都住豪华庄园, 蓝小布心里好笑, 这孩子在说梦话呢? 参军后肯定是住集体军营宿舍, 豪华庄园, 那是将军住的吧, 土包子, 真心菌的伙食其实比这里好几倍。 那根本就不是一个层次上的, 没有办法相比好不好。 不过我给你们一句忠告, 不要去真心菌那里浪费时间了。 依你们这种样子, 想要加入真心菌, 是不大可能的。 旁边一个略显沙哑的声音呵呵了一声说道, 蓝小布不用转头, 已经知道说他们的是一名红衣女子, 这女子看起来很年轻。 不过一身精装, 背上还背着一把弓, 一副彪悍模样, 就连声音也带着个性。 在这红衣女子身边的还有一名轻衣女子, 轻衣女子看起来就温柔多了, 容貌也很是清秀。 阿絮, 不要这样说, 那轻衣女子连忙低声却说了一句, 却说完后又轻易地看着克尔和蓝小布说道, 对不起啊, 阿絮是直性子, 其实没有坏心思的。 克尔憨憨地笑道, 没事, 我们也知道机会很渺茫, 只是想去碰碰运气罢了。 对了, 你们也想去争新菌吗? 轻衣女子微微一笑, 是的, 我们刚参加过争新菌考核。 成功了, 克尔急切地问道, 这次不等轻衣女子说话, 红衣女子就傲然说道, 那是自然, 等我们吃完饭就离开这里, 等几天去争新菌办理入军手续。 你们都已经成功了, 为何觉得我们不会成功? 蓝小布忍不住问了一句, 眼前这两名女子看起来也极为一般啊, 蓝小布修炼到了通脉巅峰, 只差一步就可以跨越先天, 他自然看得出来这两名女子血气并不是很强。 血气不强, 那就只能说明这两人实力也只能算是一般。 实力一般都被争新菌招收了, 他和克尔为什么会落选? 金衣女子低头吃东西, 没有再说话, 我们是来自蓝亚新的, 你们呢? 克尔显然不在意对方的态度, 继续问道, 你们也是来自蓝亚新, 红衣女子惊讶地问了出来, 语气明显好了许多。 金衣女子也是惊讶地抬头看了看蓝小布和克尔, 然后尽量轻声说道, 我们报的是争新菌的宇宙讯息收集分析, 这对力气的要求低一些, 但对科技分数要求高一些。 我们一直喜欢科技方面的东西, 所以侥幸成功了。 我们都是战叠军, 自然是爆战叠军。 克尔大咧咧地说道, 金衣女子犹豫了一下, 最后说道, 那祝你们成功。 走吧, 蓝小布从对方的语气和眼光中, 已经猜到, 想要进入争新菌的战叠部, 应该有些难度。 争新菌这里报名的人最多, 不过被淘汰的也是最快。 每次参考都是20人, 基本上能成功的只有1分之1。 蓝小布和克尔虽然排在后面, 因为淘汰速度很快, 他们的队伍前进的也很快。 只是排了半个小时, 就轮到了蓝小布和克尔等人, 跟随两人一起进来的还有另外18个人。 克尔在外面看起来很轻松, 可一旦进入这里面, 克尔明显有些紧张起来。 没事, 就算是不成功, 还有别的路, 蓝小布拍了一下克尔的肩膀, 安慰了他一下。 克尔抿着嘴唇点了点头, 他猜测蓝小布应该不清楚 真心军和别的军之间差别有多大, 也不知道别的路有多艰难。 房间中早有一名考官在, 在考官后面的白墙上写着一排大字, 真心军第一轮考核。 几个简单的字, 就可以让那些患得患失的人紧张起来。 要知道真心军的考核一共三轮, 任何一轮淘汰, 都直接走人。 第一轮淘汰率也是最高的, 基本上100人里面也只有4到5个人通过的。 考官的目光在众人身上扫了一圈, 然后陈生说道, 我真心军是二级科技文明星球, 而我真心军是真心第一军。 所以每一个进入真心军的兵士, 都必须拥有足够用的知识, 只有这样, 才有资格成为真心军的一员。 这第一轮考核就是我真心的科技知识, 答题时间是一刻钟。 拿到事件的同时, 答题开始, 现在请所有的人坐下来。 完了, 克尔心里哀嚎一声, 如果早知道是科技知识问答, 那他连进来也无需进来。 他和蓝小布明明报的是战谍军啊, 为何还要回答科技知识? 蓝小布特意选择坐在了克尔的后面, 克尔人不错, 如果他能帮助克尔的话, 那他自然是帮一下克尔。 二十人刚刚坐下, 桌子就翻了一下, 然后一张试卷, 一支笔和一张白纸出现在每个人的面前。 试卷一共识题, 蓝小布用意念扫了一下克尔和周围人的试卷, 他发现相同的试卷很少, 大多数试卷是不同的。 不过对于已经吸收过李安大部分记忆的蓝小布来说, 这些题目都不算难。 他现在担忧的不是哪一题不会做, 而是他应该做对多少。 早知道问一下那两个女人, 一般回答出多少题才可以通过。 第五十章权力考核, 只是十分钟不到, 蓝小布就将自己试卷的题目答了八道, 如果按照一百分计算的话, 他应该能拿到八十分。 留下的两道他也能答出, 不过为了不太过引人注目, 他还是选择八十分。 根据他的观察, 这个屋子里面的二十人, 除了他答出八道之外, 最多的一个就回答出来两道。 就算是后面五六分钟用上, 最多也不过是能答对四道题。 这让蓝小布有些怀疑自己是不是答多了, 只是这个里面应该有监控, 他现在答出来了也不能随随便便的修改。 克尔还在抓耳挠腮, 看他的卷子只是回答了一道, 而且那一道题还是错的。 蓝小布尝试着通过意念传一些讯息给克尔, 克尔乍一感受到蓝小布传来的意念信息, 吓得手都抖了一下。 好在考官没有在意, 蓝小布赶紧再传道, 克尔, 不要东张西望, 这是我的一个科技手段。 你只要听我的去答题就好了, 克尔心里一沉, 蓝小布和他一样都是来自初级科技文明星球蓝亚星, 蓝亚星的任何科技手段都在真诺心之下。 蓝小布敢这样作弊, 那等于他和蓝小布都完蛋了。 此刻克尔是真的后悔, 没有早点告诉蓝小布, 不要作弊。 就算是进不去争心军也没有关系, 他们还可以进入别的地方啊。 可是一旦作弊被抓, 他和蓝小布死得会很凄惨。 蓝小布说了第一题的正确解答方法, 可是克尔依然在发呆。 蓝小布恨不得给这家伙来一个神魂刺, 简直就是蠢的可以。 克尔, 快点答题, 时间就要到了。 蓝小布又通过意念叫了一声, 克尔这才反应过来, 蓝小布作弊到现在, 并没有人过来制止, 也就是说蓝小布的作弊没有被发现。 下一刻克尔就肯定了, 真的没有人发现蓝小布在帮他作弊。 这个时候克尔哪里还会继续等着, 他立即加快了速度按照蓝小布的提示书写答案。 蓝小布看了一下, 这里面回答出来并且正确的, 最多的也不过是三题。 所以他帮助克尔做了六题, 六题应该是可以及格了。 事实蓝小布就算是想要帮助克尔多做几题也没有时间, 在克尔做完第六题的时候, 考官的声音已经传来, 停止答卷, 所有的人都出去等候结果。 克尔赶紧放下笔, 第一时间拉着蓝小布走出了考试房间。 尽管没有被抓到作弊, 他依然心惊胆战, 别说了, 有什么话等回去再说。 看见克尔想要说什么, 蓝小布立即打断了克尔的话。 克尔兴奋的眼睛发光, 小布, 这次我觉得我希望不小啊。 蓝小布嘿嘿一笑, 这才第一轮, 你希望是大是小, 还要看看后面两轮。 怎么样, 没有骗你们吧, 第一轮是不是地狱模式。 阿絮看见蓝小布和克尔出来, 特意走过了得意地打了个招呼。 他身边的轻衣女子赶紧说, 两位不要误会啊, 阿絮没有别的意思。 其实是, 阿絮也是说道, 我的确是没有别的意思, 不过大家都是来自蓝亚新, 只是提醒你们一下罢了。 互相认识一下吧, 我叫阿絮, 这位是庆月。 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 我可以介绍你们去一个地方, 谢谢, 别的地方就不用了, 我们就去征兴军。 蓝小布感谢了一句, 随口说道, 阿絮急了, 我和你说的那个地方真的不会比征兴军差多少, 而且现在还没有几个人知道, 你们先去, 请蓝小布、 克尔进入第二考核室, 等候参加征兴军第二轮考核。 头顶上的喇叭声音即使打断了阿絮的话, 克尔一握拳头, 叫了一声好, 然后对目瞪口呆的阿絮和庆月说道, 我叫克尔, 他叫蓝小布。 我们现在去参加第二轮考核了啊, 有缘再见。 不但是阿絮就是庆月也都是呆呆的看着转身离开的蓝小布和克尔两人, 两个人都通过第一轮了。 这不科学啊, 你们怎么可能, 阿絮更是不敢相信了, 克尔特意转头哈哈一笑, 这算什么, 考试的那些东西对我来说实在是太简单了。 我在蓝亚新学习的东西, 比这要走了。 蓝小布一拍克尔的肩膀, 先走向了第二考核室。 他担心克尔吹牛吹出问题来, 看着蓝小布和克尔走向第二考核室, 阿絮有些不解地看着轻衣女子, 庆月, 这怎么可能呢? 以蓝亚新的知识, 想要通过第一轮考核。 除非也是王族, 静月摇摇头, 阿絮, 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来自蓝亚新, 如果他们能进入征兴军, 我们可以互相帮助。 蓝小布和克尔来到了第二考核室, 这里面坐了六个人。 蓝小布已经了解到, 只要到了十个人后, 第二轮考核就开始。 两人大概坐了有一个小时, 这才又进来两个人。 按照第一轮考试15分钟, 一个多小时说明第一轮又考了80人。 80人才有两人通过第一轮进入第二轮, 可见第一轮考核有多严格了。 十个人凑满, 第二考核是近来一名身材高大的壮汉。 他的目光在众人身上扫了一下, 然后说道, 第二轮考核是力量测试, 每人两次机会, 全力达到一马力为及格。 蓝小布知道这个一马力可不是地球上的马力数据, 而是200公斤。 一拳的力量要达到200公斤, 这才是及格。 地球上一拳能打出200公斤的, 怕也是没有几个。 好在这个考核不是为了淘汰, 只要达到要求都可以通过。 蓝小布的目光落在最前面的测试机器上, 机器前方竖起了一个拳击板, 后面有一个寄中水晶柱。 克尔听到测试拳头, 欣喜地伸了伸自己的拳头, 对身边的蓝小布说道, 哈哈, 这是我最擅长的。 蔡富武, 上前测试, 考官声音落下, 站出来的是一名肌肤白皙, 卷发的高个男子。 他走到那测试器之前, 等候发令, 力量测试器低的一声响, 这高个男子退后一步, 抡起拳头就对着拳击板砸了下去。 空, 机器后面的寄中水晶柱的数据直接飙升, 很快超过一马力, 最后停在了1.4左右。 蓝小布按道, 如果这家伙没有修炼过的话, 这一拳的力量是真强。 通过, 直接从这里进入, 然后参加最后一轮测试。 考官一指背后, 那里有一扇门, 多谢, 高个男子激动地感谢了一句后, 赶紧跨入了通往最后一轮测试的大门。 这种测试很快, 一般情况下, 只要不发全失误, 参加第二轮考核的, 基本上都是一拳了事。 大多数参加第二轮测试的, 全力基本上都在220公斤到300公斤之间。 克尔, 上前测试, 克尔排在蓝小布前面, 听到自己的名字, 他早已迫不及待地站了起来, 对蓝小布一扬拳头, 我在第三轮后面等你。 说完克尔已经来到了全力测试机器面前, 甚至连后退一步都没有做, 就这样一拳轰了下去。 蓝小布清晰地看见全力测试机器的数据冲到了1.8, 差点就要突破2了。 真没有看出来啊, 克尔的全力竟然如此强, 这一拳的力量有将近400公斤了。 不错, 进第三轮吧, 一直都没有废话的考官也是压抑地看了一眼克尔, 点了点头, 是以克尔进入第三轮测试。 蓝小布, 上前测试, 克尔进入第三轮考核通道后, 终于轮到了蓝小布的名字。